这段影片是 多远了 听到我们的对话了吧 这个影片是在 6月10号晚上10点 游览完Juno之后 在阳台上 船舱阳台上拍的 回头看这段影片 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就把它录了下来 想要写个标题 实在想不出来 让我不禁意想到 有些话 它的名称是五体 或者untitle 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们就来听一下 仔细听 有时候我跟Z的一些对话 在差不多20秒之后 你还会听到Z 大大的打一个哈欠 这是一种多么的relax 多么的舒适的感觉 非常enjoy 大家享受一下吧 大家享受一下吧 来 来 帮你抓一下 很美的景象 谁打人问我 大一个哈欠生啊 是不是太无聊了 听那个海鸥在叫的声音 刚刚那是海鸥在叫的声音 那是一双船 你看 我就 从来 这样子 然后它这样 蠢子一走 它就会整片形 就会过来 对 手上充满器 手下很轻 没有 手下 手上差 会乱起来 正式 另外一个手 应该 两只手 好像会不稳定 我很想发明一个东西 做东西 这样子可以 靠在脖子上 可以放在这边这样 下着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你的手 要移动的时候 它会很不稳定 这个脖子移动 因为是靠肩膀 它不会很不稳定 它会比较稳定 听到我们的Murray了吗 刚刚那一段呢 就是阿杰在幻想 要当个发明王 因为这一次 用相机来录影 常常手抖动的很厉害 觉得应该 做一个 可以套在脖子上 把相机放在上面 随着脖子转动而转动 这样就可以 很稳定地拍摄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幻想 刚刚有没有听到 刚刚有没有听到 Z就打一个大哈欠 一个要睡觉的大哈欠 我一直觉得 人能够过着这种 无聊到死 然后看着美景 一直想打哈欠的日子 是一种最好的日子 不会有比这个日子 更好的日子 这是我这趟旅游里面 可以说是 最enjoy的时刻 就是类似这样的时刻 你觉得呢 就是费这里了 那你那不就 我这个节目 他也有什么 最终的 有意思 是不是 我觉得